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是7月5号 我们还在船上船在行驶 江面上现在屋很大 即将抵达石宝站 下大鱼了 巨大的山盐 这整块大山盐 它相传就是旅蛙练石古天 遗留下了一块正腰的五彩石 所以取名为石宝站 而石宝站它分为三顶的寺庙 还有塔楼两大部分 三顶的寺庙 距今有400多年的历史 公元1572年修建 400多年前 它没有修建塔楼 也没有修建后山的下山道 当时的老百姓上山 就在石壁上着些孔 然后刷上铁链子 将攀岩上山 非常危险 所以后来当地 由乡身邓得意 它招集了当地的居民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在石壁上修建了一座塔楼 塔楼现在的总共12层楼 它都为下9层上3层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就是在刚刚给大家说的 围烟防水墙 在05年至08年修建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水绑着外面 然后保住里面这个景点的安全 9层网站 不然后面人多了不好拍照 这边有新学拍照的朋友 安安发赶紧拍照 后面人多就不好拍了 这边是点后 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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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了 只能上不来下 刚刚给大家说的很多变态 我在吹牛你 小心台阶啊 小心台阶 每个台都在下一个啊 这一手此称的将军 就是罪业八门子将军 当时由于自己国家的兵力 非常的弱小 自己无力对抗 就只能上他最近的 迪国 楚国借平 以平息立乱 当时的楚王说 在认为平息之后 你必须拿三座城池作为交换 他们只不得理 只能大意 后来当地的老百姓 为了纪念作为将军 在唐针关八年 唐太宗赐名为中州 他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以中治命名的州县 中臣 中日的州 不质坚硬 防唇防住 防那是马山木 可以看到啊 全是用木头 这里可以看到 马山木 流马的马 三圣的山 马山木 只是后期虽然有期保护而已 而且在三百多年前 修建这座塔楼 他没有利用一个金子修建 每逢吹下之家 这里这个洞口呢 会有白色的水雾 从这里冒出来 有水雾的地方 就肯定会有水 所以后来当地 有一个老百姓 为了证明这点 洞口到底通往哪里的 就做一只小鸭子 因为这以前的探测仪器 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鸭子能熟悉水性 就是鸭子的腿上 马上记号从这里 给它放下去 鸭子能从这里下去 就从长江游流出来 所以证明这个洞口 是与长江相连相通的 但后来这个地方 它作为景点 对开放之后 国家就有这个地址 在来考察 发现洞口下面 也是一个砂岩结构 砂石在里面 长期撞击这个方体 肯定会对景点的安全 造成一定的危害 所以现在的洞口 可以运步了 只有一到两一三年 十秒下面 叫做通天桥 通往天上做神仙 也相传是我们流浪之旅 相会的雀桥 其实桥底下还有两条娃娃鱼 当它横手出来 桥底下有两条娃娃鱼 方便是在这里 这么去 刷 刷 慢点啊 不要去跨桥 因为太滑了 太过去 来接了 就要去看下来 还可以去做香 好 我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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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跨桥 因为下雨天 这么多 上面 滑了 在这里啊 景点的最大海拔位置238里 下山之后呢 还是要过桥 远路回船 我们下山到这右手边这里 在这里呢 就大家玩得开心 明天早上坐车回去了 长江今年第一号洪水已经在上游行程 中央气氧台也在今天上午 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 预计安徽 江苏 湖北等五省区 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 湖北恩施大部分地区 则立上午降下中央大雨 在降雨量最大的鹤峰前 河水淹没了街面 积水最深处超过一年 寿命江和金沙江上游强降雨影响 长江四川重庆段 出现了今年入省以来的最大洪风 在四川炉中 从昨天早上开始 湍急的江水便夹杂着泥沙枯木 急速下行 淹没了一部分岛 因涨水发生在凌晨 青龙社区二十多位居民被困家中 经过民警和消防的合力救援 景色也挺好的 就是天气不好 景色挺好 就是天气有雾 以前在电视上看见三峡大坝 从来没到界处来看 今年跟着我儿子一块到了三峡大坝 挺开心的